好 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窗 我是主持雪凌 是 鏡花先生 贏者 鏡花先生 廣榮回歸 首度回歸 大家好呀 歡迎呀 最初記得我又好了 我發覺 所以要叫你下去接人 對呀 我那時候問新朋友 當然有問他是新來的 應該我走了一時才聽 發覺他還知道是誰 實在太感動了 因為我們把舊節目丟回來了 原來是這樣 是啊 OK 那2014就 好 鏡花是哪裏 就算了 就算了 不要再說了 是啊 是啊 那我們要說回就夠了 當然就 今季 今季我保得最多 我告訴你真是吐血心亡保渡 你真是勇者 不要緊 我覺得今季好看的全部都還沒完 好意思 例如什麼QQ 或者一個紀錄的地平時全本都還沒完 正確來說 現在有一套OK少少叫做革命機 如果你不算最後有幾集 幾集 還可以 根季來說 我不算革命機革命機 蒼藍OK 蒼藍和有少女入和之愛 全部都是垃圾 全部都是爆笑 我們剛剛講一套 我本來覺得都OK的 但是真是 現在最後要這樣對我 為什麼 所以你叫我 不錯 我一直覺得這套東西一直都是不OK的 中間是比 其實我覺得OK的 中間是迴回他的信息 中間是說OK的 首先我們讓鏡花都說 說回一點點 我們深番的時候 你要知道前提就是 看完 砍完之後 快去看吧 你要錄 我很努力的 不要這樣 我們之前在深番的時候 有說到 虛夢之王的故事 又說到結束 我覺得去到這一節 都是神經的 說完這些東西 我們先說回我們說什麼動畫 警戒之彼方 你把鏡花當心翻這樣說的 是嗎 OK這樣就行了 頭幾集 我想說 頭兩集我都覺得是神經的 這個很正常 OK 我都覺得頭兩集都是神經的 事實上我自己看 我是補完看 我看了頭兩集 就停了 發覺你這樣做什麼 但是 為什麼我說中間是好一點 是因為好 去到第三、四集 我都覺得 因為美月多出場 不是美月多出場 美月之後好像出場 有話而已 你不要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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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集之後 我覺得好一點 至少說明了 第四集最後 秋仁 阿傑田拖 他也是一個半妖 所以不想放棄未來 覺得 我也不是人類 你也不是人類 所以我想救他 好少少 整件事 我覺得他不是一個 只追著眼鏡紅的美少女 其實未來是人類 不是 他是半妖 他是半人半妖 就是 就是人妖 就是人妖 一二實 我覺得最某問題 就是兩個 不知道做什麼 兩個都自說自壞 沒有交流 一個人說 你也不會明白我的 我不明白你有電話 他們兩個都罵架 而且一開始 在天台上 一刀插下去 我那段 不是覺得很奇怪 他終於補完 最後才說 所以補完完 我覺得 OK的 其實我都覺得不好記 是 是 很有問題 打眼睛才說 給他過 這些叫做 他這一節 我講的就是 兩個角色 在頭兩集裡面 以及去到 虛夢之王 那個位置 說完 你慘嗎 我不慘 但最有問題 大家都在 不%他有多慘的情況下 說話 大家在 我們所謂的神視點裡面 看不到所謂的說服力 而最後 未來 不知道為什麼 被抽人說得了 然後 能夠 斬殺 妖夢 又可以 繼續 妖夢事 工作 你說第二集 中段 一開始 斬殺屋 然後 抽人 說 他叫妖夢事 不是叫二 二介事 二介事 在妖夢之王裡面 如何擺脫 阿維 那件事件 我覺得都是簡 因為 如果之前抽人 是沒有這樣的 他覺得 抽人是沒有這樣的 power 去說服他的話 到妖夢之王女 虛夢之王 還是什麼 其實他一樣 沒有說服你 但 不知道為什麼 一扔一顆戒指 可以讓他 扔一顆戒指 然後就告訴他 我覺醒了 我知道 我要放過去的家屬 然後突然贏了 然後 偷人 第一次妖夢化 在故事裡面 是 作結 我們那時候 在深藩時說到 好 然後 當然 來了一件大事件 我不介意 這個 所謂的休閒回 一兩回 我放過你 我想說 你意思是休閒回 哪一集 休閒回第一個 應該是唱歌跳舞 我覺得最難頂的一集 我也是覺得這樣 最難頂的一集 我反而那是最好看的一集 最不好看的一集 不要理解 因為其他派不好看 多次 我反而有笑到 我反而覺得 跳舞唱歌那裡 覺得做什麼 可不可以不要日常 我覺得 不能這樣 不可以覺得 因為兩個 兩害取其輕 就覺得是好 老實說 我覺得兩害取其輕 不好意思 至少有笑點 我有笑到 我覺得 唉 這樣都給你 我就是覺得 那一集 因為 他的風格和其他的 集數很不一樣 我覺得那一集非常大 有什麼不一樣 變回K-ON 我就是因為 他這樣的風格 他不是K-ON 他變回K-ON 就出事了 我意思是 這個實在太驚訝了 就不太驚訝了 一定要賣錢 賣錢 賣錢不是問題 但是 插一集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很奇怪 你確實 是很突然 那一集 是很突然 是零零四四 在這麼多集中 風格完全不同 那一集完全是賣歌 雖然我是每五分鐘看三十秒 但我也不知道 那一集在做什麼 每五分鐘 呃 為何上一集 還在劈 又下一集 又是劈 為何現在都會沒有 那一集是 真的很突然 那一集是 不是的 聽完完整你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當然這一集之後 就是講阿維那件事件 這個真是 阿維的背景編 這個真是 很兒戲 是極度兒戲 我告訴你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這段完全沒有 哦 這段是原作 其實事實上 我想說這一段 真是可有可無 其實鷹線 在原著來說 原著是沒有的 沒有鷹這個人 後來我也不覺得 那個女生有出來的 有的 有的 花瓶這樣站在旁邊 就是花瓶 人家說四個打一個 我明白 為什麼五個打一個 我就不明白 你有戰力嗎 說真的 那個鷹線 其實還要有一個把槍 但是那個頻道 你有很多方法 那你介紹那個眼鏡老 而且 所謂那個死人眼鏡老 就是 鷹鷹嘴笑 整個 踩來的那些 鷹人 叉水 這裡有很多個大眼鏡 好像叫藤真 是藤真 沒錯 這個人 這個人 這個人在故事裏 他又是一個 他又是一個 紙線來的 我覺得這集裏 尤其是現在的動畫 有很多人 創了一些死奸老 他又好像 很有深度 又好像 很有陰謀 很有陰謀 自己又好像 懶有 懶有 什麼 驚世的原因 我要去做 但最後我告訴你 其實我沒有原因 我就要破壞世界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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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just for fun 我看著 我是那個姐姐 我很想劈他 你這個人搞這麼多 就想破壞世界 我們先說 先說回鷹那條 好 這條死變態老 最後才說 OK 鷹那裡 其實他一直都是為了幫阿偉 其實幫他家姐 殺死未來 殺死未來 不是因為他未來殺死他姐 間接性地殺死他家姐 是 直接殺死他的 因為妖夢 直接殺死他 直接殺死他 因為他 要殺死妖夢 而間接就是因為他家姐死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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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要幫他家姐 報仇 所以就不停拿了那把槍 去吸收那些妖夢 不過其實那把槍 不知道從哪裡來 好像沒有交代過 有 眼鏡佬給他 神氣的東西 不要管 對 就是當你不知道哪裡 撿了那把槍 眼鏡佬 總之那把槍 就會自動進化 透過那些妖夢 本來妖夢那些 寫 寶石 寶石 寶石本來是用來賣錢的 對於未來而言 對於鷹來而言 就是用來升經驗值的東西 升那把武器 是把槍斬了 那把槍就可以不停 攻擊力這麼一腳 但你一致其實 當然你這個要不得不提 就是未來 在虛夢之王 那一節 就叫做 放低了阿維健士 好像是 然後 然後 這件事 當然 因為他原創了這個角色 他還要收回 鷹線 還要收回 不是 那一幕 是 男主角跟他說 我不死的 你們殺我 不會從阿維的飛龍複尺 才能下手 這個是殺妖夢 對 但是他殺妖夢之前 破了幻影 已經放下了他 放下了這件事 不是 他殺不了裡面 對 殺不了一隻 我根本就是寧波麗 我根本就是寧波麗 那是死款 不要管 然後 當然你說 阿維 未來跟阿英 阿維就是寧波麗 那一套所謂的說服力 這套東西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 每個角色 想用自己的自身的經歷 或者自身的行動 去感化這個角色 但是不好意思 我覺得 阿英 怎會被你感化到 我想說這套最嚴重的問題 每個角色做的都是沒有說服力的 我理解到 鷹這個角色是怎樣用的 I mean 我理解到他為何要放在這個角色 就是想讓他 會看到未來的過誤 他快要放下了 一刀了斷 但未來是很糟 但問題在於 當他由這個 他放下了之後 這個角色才出場 這個都OK 當是之後再補完他那種的角色 怎樣表現到他個人有改變 這樣都OK 但問題在於 他為放下那一刻 本身已經沒有說服力 再加下去也是沒有用的 他說服的條件就是 因為當年阿維說 我好羨慕 不是作為妖夢史的阿英 他不需要擔住這個枷鎖 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 做他喜歡的事情 但是 由未來講出口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 你是間接殺死阿維的人 你現在跟他講同一樣的事情 如果我是接受 我早就接受了 其實事實上是無緣無故接受的 以阿維在戰鬥的行動中 亦都表現不出 他有什麼是感化到阿英 老實說 你現在是自保的 你現在是不想被我殺死的 他為一保 我強過你 你打不贏我 不是 動畫來說 阿維的事情是很少的 動畫很少提到阿維的 只不過他有幾個回憶的計 未來自身怎樣去感化阿英 是說 未來真的說 沒用的 你打不贏我 你怎樣吸收你都贏我不了 沒有了 其實你那句是很諷刺的 然後再說 其實阿維是想你做個普通的女孩 你要明白就是 阿英不想做個普通女孩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殺了阿維 而我可以跟你對他 就是因為我已有妖夢事的能力 你現在我都未解決到 就是我都未原諒到你 我怎會放棄這種力量 那段其實是很奇怪 我想一個很合理的解釋 他們其實是一個相當熱血的畫面 他們是一個用呂子漢的耳拳交心 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好像一個魔砲少女 一砲射到你那裡 你就解決了那個心極了 哇 我們一發覺真的熱血的 不是 但是說一說阿英那段其實 他沒有反依靠未來那段之前 其實是OK的 就是這段 因為他本身他自己不是妖夢事 他為了復仇 他每一晚付出他的努力 去打一些很低經驗的怪 你看 定屎那麼多石頭 不漏這樣做基準的 不是 我知道 他知道他的進度一直都是慢 但是慢他都會去做的時候 我覺得他那段是OK的 但是來講就是他 他那個 就是他 他由一閘之後 就反依靠未來那段 即是立刻被他碎得的那段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可以的 就是 都是那一句 就是這套東西本身 最大的挑問題就是 角色的說服 角色的行動的說服力不足 我覺得態度轉變太急了 我覺得他想說太多東西 搞到全部東西都 不是 阿英不說這件事是對的 因為其實呢 就算我跳 我都看見他這麼多東西可以說 在裡面不得不提一件事 他最後都沒有提過 如果是演機這件事 根本不需要說一件事 就是 什麼叫妖夢市議協會 因為其實 如果你要說 我也是完全不明白 妖夢市議協會 其實直接連帶的一件事 只是死人眼鏡 對眼鏡腦 那一陣子 但是那個眼鏡腦 是假摩爾大事 不要緊 其實你當 很簡單 因為他突然把世界鋪大了 鋪大了設定 你簡單就說 這傢伙 都是一個 不知隨便你 一個身分給他 總之是一個很獨立人士的身分 又很高 很高手 即是你好像化物與背目 這樣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加個機構背景 然後又可以跟你姐姐 即是跟姐姐很熟 即是說 他有自己的目的來這個城市 你也不會鋪太這個城市 因為突然間 他將妖夢市協會 和 熱介事 和明賴家 混在一起 他們有明真暗鬥 但不好意思 我看了十二集裡面 他們有什麼明真暗鬥 我完全看不到 他沒有說過 因為假冒熱介事 我們就脫了 即是和明賴家沒有關係 即是整件事 搞這麼多大農事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你說你有個地方勢力 即是明賴家 你來了一個叫未來的人 他是一個特別一點 這件事 你其實說這個故事 就已經OK 你再加大一個環境去 但你要想一下 他雜數的篇幅 他前面那幾集 一開始說你們的文章 叫妖夢之王 後來又加了一個原創的女生 出來 沒什麼用的說得 應線 接著就出眼鏡佬 然後就越來越 好像 後面那一集 你只剩下五集 眼鏡佬應該是接著應線 或者這樣說 你不能這樣說 他一開始這個故事 在前面那幾集裡面 他撒偶街市 鋪了所謂的 當地的明賴家 明賴家 他一直都很強調 這個明賴家 還有就是在世界各地 其實有其他妖夢之協會的東西 在裡面 他們有一個角力 當然你不知道什麼角力 因為最後都沒有說什麼角力 很簡單 你當大家要收集這個寶石 大家就收集寶石 這樣 OK的 最膚淺的做法就是這樣 但是 妖夢市協會 他們一直都說 這傢伙是 業界 他是假裝這件事 但是 他假裝 你都給一些明賴家 因為外於二屆市協會 的一些阻力 而不敢出手的東西 但是 這班人是想出手就出手 最後是 我告訴你二屆市協會 現在我要打鑊你 就要打鑊你 事實上 我懷疑那些人 可能是二屆市協會 但可能最後被人放逐了 所以才說不是二屆市 當然 說不定 因為他的做法是 偏激那些人 或者可能是二屆市協會 覺得明賴家太大勢力 又想剪除諸如此類 這些全部都是老保的東西 而最大的問題 當然是不得不提 就是 和題目的一個 叫做境界之比方的妖夢 唉 不過我想補充二屆市協會 就是二屆市協會 最後再有提到 是那個 秋平和媽媽說了 所以我猜 應該會有二期 不過我現在才說 應該會 最後才說 應該還未完 要講的就是 後半節 可以說是後半節 最大的 最大的 Big Boss 一個叫做 境界之比方的妖夢 這個妖夢的特性就是 當他來到的時候 所有妖夢的能力就會弱化 這個很早就開始 不是 因為是潛伏期 不是 因為他一部分的能力影響到 抽人會弱化 不是 不是 不只抽人 是那個area cover的所有妖夢都會弱化 媽媽第二封信就說了 所以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妖夢市在這裡 抽水 在這裡說 哇 正啊 打怪 可以越級打怪 有Event 不是 這個好像是兩件事 潛伏期和境界之比方 好像是兩件事 不是 他講的一件事 即是他的故事裡面 他講的就是 境界之比方會來了 而境界之比方來到之後 來到之後 在這個地區的東西 就會弱化 所以你說前段還是後段 前段 媽媽第二封信 媽媽第二封信 第一封信 因為前段其實不關境界之比方的事 前段其實應該是講前復期的 前復期的一段 因為他講的就是 這個只是境界之比方的一部份 你可以當前復期是什麼 但總之他來到所有妖夢都會弱化 而衍生就是他媽媽寄的封信就是 叫阿秋仁小心 境界之比方 叫他 叫他 叫他小心 他媽媽應該知道 不是 他媽媽第一封信說有一隻厲害 他媽媽卡 你別管 第二封信就說那些東西會弱化 最後一集都說 媽媽是知道很多東西 但他又不說 不是 然後 這件事顯身的 我們整件事 cover這樣說 因為你很難前後說 在這集 境界之比方 即是抽人 而境界之比方 抽人 她媽媽第一封信叫她 叫她小心 境界之比方 要她去避開她 小心自己 然後她說 我一部份你的 怎麼避開 拔出來 所以我不是說很奇怪 這封信 不是 首先第一封信就是 她媽媽 不知道她自己說什麼 算了 她媽媽是不知道她自己說什麼 其實第一件事 我接觸到這個 term 境界之比方 我完全聯想不到這舊的 是什麼 她也沒有說 她有說 其實 不是 開頭我會當是什麼 境界之比方 是一種 我當她是 是一種現象式的妖夢 你去到後面就知道 但是 沒有實體 她是無形 她應該說什麼 她應該說到 妖夢事 或者明賴街 是說到 好像開頭說到 不需要對付 對她們來說 這是一個perfect quest 就是我們抽水用 要吸打怪用 總之 如果好的妖夢 或者你們這些 無論是拍照譜裡面 那兩位 或者是抽人 你們乖乖地留在 安全的地方 安全的地方 不要出來 不要出來 不要逛夜街 那就不會被那些榴彈 或者被那些 不知什麼的妖夢事 看到你 然後劏了你 這樣就可以了 那 你去到中段 然後就 明賴家 姐 那個已經 因為那個已經是中段 一開始這個 term 其實 我一聯想到 什麼就是 魔法少女小源 魔女之夜的感覺 是一個 應該是安排一個 很巨型的妖夢 或者是一個 final boss 這樣的物體 然後 其實 整件事其實是 阿全是 阿明 阿姐 阿上淚 是他一直 籌劃的計劃 這個人 其實 在這個位置 只有三個人 知道 警戒之地方 就是等於抽人 一個就是阿全 一個就是 死人眼鏡佬 一個就是 他媽媽 三個人 三個人的目的 眼鏡佬的目的 就是為了要等警戒之地方暴走 全世界毀滅 阿全的目的就是 他要 滅殺這個 消滅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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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媽媽其實是不知道做什麼的 他媽媽是花生子的兒子 真的不知道做什麼 他媽媽其實是不知道做什麼的 後來沒得出來做他 想到其他東西 賣萌可以嗎 算了 他賣得起才算 這個年紀 令我心驚膽 他賣萌實在 很害怕 然後 他鋪回復線 第一集 應該說 第一集 未來為何會來到這個城市 是因為 阿全 潔開來 他要知道就是 能夠殺死警戒之秘方的 不死身的妖夢 總之他自己做不到 對 總之他就要找一個 有助手之血 找了未來回來 當然 這個案件 其實衍生了第一個大筆 當然 你好像衍生這件事 就會覺得 未來一開始見到 秋仁康那樣子 立刻對他 這個其實是很合理的 這個其實是解釋這一幕 但是 其實他有一個最不合理的地方 就是 因為當時的未來 是未擺脫殺人的陰影 所以其實 為什麼他的刀 可以插到到秋仁康那裡 為什麼會捅呢 我也不明白 而他的刀 其實他是為了那一刻 要殺死秋仁的 他不是想試他的不死之身 而 之後 他也有一節 跟阿全談 不行 不死之身很難搞 我們這樣搞是不行的 我們要換另一個方法 就是告訴你 其實第一集 你的心理陰影 是從哪裏來的呢 我都不知道 用一個最簡單的 比如 你小時候打破我的花瓶 於是你很害怕 避免這些東西 然後你見到一個新的花瓶 你拿一支BV打槽 不斷射它 後來你才知道 這個花瓶是降噪的 你都不知道它是降噪的 你又不斷射它 不關事 是他一直在 不知道他不死之身 那個時間點裡面 他還在顧忌著 不是 阿全 阿全 他已經說了給未來 他是有不死之身的妖夢 而 就說 我找你來的目的 就是想殺死他 但他有說 一定有這個 當他去到第一集 抽人上去上面 他底下捅他那一刻 這裡會產生 最大的問題就是 未來這個人 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他是未擺一條偶遺的陰影 他是不能夠殺人 不能夠殺妖夢 而 他那一刀出刀的原因 不是因為視他是不是不死身 而他的原因是因為 我要殺死你 他的解釋是很矛盾的 因為他講過未來 為何要殺抽人 應該可以這麼夠膽去捅抽人 但不敢捅妖夢 因為他說 抽人你不會死 所以我就去捅你 不關事 但問題就是要殺死他 但我覺得他不會死 那其實是在做什麼呢 視刀 確立這個 確立他是不是真的殺不死 因為他其實 他頭兩個集 就是捅了很多次 結果證明到他真的殺不死 在第一刀以外 可以 就是試怎樣殺死他 但第一刀那一刻 很明顯 未來是帶著殺意 是想一刀就 同過他一了八了 這件事搞定 KO 回家收工 繼續殺在他的家 我想用另一個方法解釋 譬如說 你可能看喪屍片 有些人覺得 或者僵屍片 喪屍獵人 都是不會殺人 因為那些是人 但他覺得殺喪屍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故事裡面 都很表明 他兩者都殺不了 問題就是 他因為殺過人 某程度 結果導致有人死了 他很害怕 真的有人死了之後 那種罪咎感 或者那些事情 但這傢伙也不死 這個罪咎感 永遠都不會出來了 但他一開始死一下 第一下 他是帶著殺意 我知道你是不死之身 但因為阿全告訴他 只有我能夠殺死你 那我過刀統理那學 我就預算是罪了你 難道他會說 我現在嘗嘗到 是很勉強 除非我最勉強的說法 就是他覺得是半妖 不是妖 對 對 對 鏡花那個說法 應該說 我們用了膚色 其實是 我們不能殺人 和不能殺妖 不能殺人妖 對 所以人妖是 OK 對 勉強可以這樣說 但都不行了 對不同的 因為他的心理包袱 到後期 你覺得是一個半妖 但他在這裏很搖底 沒錯 阿全這個計劃 第二個最低能的地方 就是 當他知道 秋仁和未來 確立了一個 很深厚的感情關係之後 跟著 以阿全 其實我們看他的性格 他就是為了 殺死這個 警戒之比方 為不擇手段 他想著 什麼都利用了 他想著 跟著 告訴你 你可以不殺死秋仁 你可以不殺死秋仁 你用另一個方法 困住警戒之比方 但是 去到後期 他就知道這個方法 其實是不合理的 這個方法 其實是困不住 即是未來 當未來的精神力 去到極限的時候 警戒之比方 就會解放出來 所以 其實 他為什麼要去教未來的方法 而 衍生的一件事 就是 他作為一個疑問 他是想100% 殺死這個警戒之比方 我告訴你 抽人死不死 當然 他跟他媽媽很 好朋友 但是 他媽媽也好像 早知道 他想殺死警戒之比方 也知道警戒之比方 如果一死 他兒子也會死 但是他就覺得 他跟他的兒子也沒有什麼關係 這樣 死就死吧 任人任人任妖的事 矮視為彈 但是這樣 我以為 我自己想 那一幕 為什麼最後 未來可以控制不住 警戒之比方 是真的被他反制 那一刻 是因為 那個眼鏡的狗局 用了那把刀 去召喚了一些東西 讓妖夢吸收 那個我覺得 是催化 令那件事更加 但是其實 我覺得是阿全 那一刻的行動 其實他不應該 應該教 他應該也沒有什麼理由 去教未來 用另一個方法 去 其實那一段 是阿全騙他的 騙未來的 沒有騙什麼 沒有騙到的 其實 因為 最終他也是用這個方法 他就是封印了警戒之比方 而 阿秋仁是不死的 未來要的結局就是 他犧牲他自 警戒之比方要死 警戒之比方要死 他 唯一的就是 怎樣可以抽人 不死 而我可以達成這個任務 而 阿全的目的就是 總之他要的是 警戒之比方要消失 100%消失 其實他根本上是想要的 100%消失 而 他教給 未來這個方法 其實是一個 極度不穩定的方法 以 他一開始的鋪排 這條人 完全無人性 他沒有理由會 教未來這個方法 因為 其實我剛才說的 勉強 編劇可以這樣說 令到他暴走 但事實上 七人剛剛醒來的時候 已經在天上聽到 棍龍棍龍的戰鬥聲 代表其實 那件事應該正在戰鬥中 正如你所說 是全體不應該用 一個不安全的方法 去做這件事 全部都是很牽強 是牽強地令到這件事 要扭到後面的那種 老實說 如果是可以做到這件事 其實 我也不見得是 是用未來的力量 而可以衍生到這個方法 其實這個方法 就算不是未來做都可以的 其實我感覺是 既然你有第二選擇 他要未來做的原因 變成有一個血液的問題 因為原本未來的方式 因為他的血液確實可以殺死 在警戒之比方狀態下 沒有了不死身的抽刃 但你突然之間說 開始說到這個是唯一的方法 然後你強行說 我有另一個方法 在劇情上我會覺得說不通 他也用醉酒之血 用醉酒之血去困到警戒之比方 對 對 他就有一點牽強 因為我覺得牽強的地方 是在於 你很明顯看到他 是強行說最後是大型戰鬥 其實你也是想做這麼多事情 最後會說哪是大型戰鬥 無所謂的 其實說到警戒之比方 究竟是怎樣的妖夢 是會影響到世界 破壞什麼 完全沒有說過 他的設定是很奇怪的 是嗎 這個警戒之比方 他的根源就是人類的所有負面的情緒 總之一切負面的東西而形成的 太多了 即是累了幾百年 即是現一次 而問題就是 究竟警戒之比方 是完全集中在抽人的身體裏 因為它很特別的是 警戒之比方 這個自然現象來到 而警戒之比方的本體 是在抽人身上 那究竟誰才是警戒之比方 他說他是部分 中段有一顆石 但他說是脫掉部分 不是那顆石 就是第一次打虛警之王 他穿了他的胸口那顆石 他穿了一部分 脫離了出來的 另外的東西 那個是他的另一個部分 即是他未來在第一節 虛夢之王那一刻 是斬了一部分 警戒之比方出來 變成了一顆石 然後就衍生了三部分的警戒之比方 那顆石 抽人本身 和自然現象 三部分的警戒之比方 而警戒之比方的根源 就是人類的負面情緒 那就是戰女神的羽毛之力 其實我覺得很抽象 問題就來了 在抽人未出生之前 人類的負面情緒去了哪裡 就被他儲了 不是儲了 然後住進去 就變成這樣 即是他媽媽的怨婦 可能是的 所以我真的 真的是羽毛之力 我真的覺得 其實是不是那個現象 有跟警戒之比方有關係 是 因為他的確是說 這個現象就是警戒之地方 是這樣嗎 是 他是不是見到那個 抽人被妖夢之王進去之後 那個湖的形狀 就是警戒之比方 導致你要去消滅他 這個是理想 這個理想就是 其實如果 很簡單 這個自然現象 其實是有cover的有效範圍 也沒有說過 他是追著抽人而來的 抽人離去城市一段時間 天氣過了 他很快要轉學了 再過一段時間 如果是這樣 其實你不需要 特意去做這件事出來 其實也有風險 所以就是說 第一件事 他媽媽寄了第一封信 不是叫抽人市心 抽人 轉學 應該是這樣的 他看起來都沒有說清楚 那個泛華是世界性 成真性 所以那件事是幾次來一次 其實他很多事情都說得不清楚 他連抽人檢究 是這個秉戒之比方 都不說清楚 我反而是好的 他爸爸是甚麼 沒有說的 但這件事是分明的復筆 這件事有說 但我沒有劇情 是嗎 然後 當然 到了抽人醒來 之後知道 未來犧牲了他自己 救了他回來 然後當然事件還沒完 其實正路來說 那段劇情應該是脫離了 即是警戒之比方 和抽人 其實已經是兩個個體 完全脫離了 那來說 抽人其實是一個普通人 第一個 抽人 不是人 為甚麼 因為他自己 說明人搖 是由人和搖 25%的形成 如果你沒有了5% 你就是半個人 不是人 他抽了搖出來 如果變成人 又說不通 那顆石可以飛去那裏 所以 不是 這個應該是 作為一個媒介 不是 他的說法 變成有個傀儡 在人那裏 即是用那顆石 可以通過那個傀儡 但是 不知為何無緣無故 無緣無故 總之他的設定是這樣 無緣無故 無緣無故 有個妖力 我理解不了 算了 他只是想變右手歌 是啊 真是理解不了 你不要管 他根本上 最後那一節 那一刻 拿回一顆石之後 誒? 右手歌上身 其實最一節本身都愚蠢 我想說 那個明賴家的大哥 即梅雄的大哥 明明看著眼鏡頭 打爆他的屋 整件事都這麼驚訝 大家需要 神租搶了一顆石 現在才知道有什麼事搞的 你們不是吧 我那一刻都很想吐租 明賴家那裏 有趣 他姐姐的動搖 被那位死電太的眼鏡佬 說了兩句之後 又說 你也是有妖夢在你身裏 但是 你跟著說 我要拯救世界 你要為甚麼世界 那怎麼辦呢 你說如果我們是在做同一件事 做同一件事 同一件事 其實不會跟你做同一件事 始終動畫的角度 你很少說到 其實全都說得很少 是沒有甚麼都說過 你全都說過 他只是站在窗裡看著死人月亮 不是 你說得最多就是 就是《秋名》和《未來》 你其他的東西 那你不會讓觀眾知道 你究竟發生甚麼事 問題是這兩人 除了吃牙肉飯 你知道多少錢以外 你沒有甚麼確實的Data 他們是拿到的 全部都是這班 你不太知道他們做甚麼 又不是他們出場又不多 這班人 你們才拿到Data 他們做甚麼 但是 一個是傻的媽媽 另外兩個是一個網頁 最厲害就是 最厲害 不得不提就是 他媽媽 然後終於來到 你不要再提他媽媽 終於來到這個城鎮 你知道嗎 在他扮文誇 你知不知道 我真的想一下子打爆他 我告訴你 有個螢幕爆了嗎 還沒爆 他做得不錯 因為每一個人都想打爆他 這下真的做得好 連觀眾都想打爆 老實說 你這個角色來 我期待你 就算我真的想打爆你 我都會等你講完話 我才打爆你 但他講完話之後 因為他沒有講過話 我覺得他媽媽和現在 他媽媽和現在 現時流行那一套 校制浪重節 是有得廢的 有特殊的技巧 他跟兒子溝通 我會說他媽媽的助權人 就告訴我兒子 其實阿律山在戰鬥中 你可以上去 他會說 不是 這些是NPC 其實 阿水都知道 現在 在那個時候 他媽媽說的東西 地球是完的 我現在 我知道了 你說一些我不知道的東西 行不行 然後他就說 這些東西等你安全回來才說 就是說 我真的說一句 你還在包嗎 我媽媽給他那顆石 但不知道那顆石在哪裡撿到 不知道為什麼他突然有 不是那顆石在陣裡面 但不知道他突然撿到 隨便 然後 然後 到阿秋仁 用一顆石 不知道他用什麼方法 總之 其實你前一點的地方 你阿未來 吸了出來 為什麼會在本胸上面 這裡又沒有說 圍形 不要管 這個畫面 他那個類似 是下流的結界 人外面看不到 只是裡面看得到 那種 封住 封住結界 封住結界 但裡面 在打什麼呢 那次沒有什麼原因 沒有結界 這件事我也是 完全沒有原因 裡面他打的所有的妖夢 都是 警戒之地方吸走了的妖夢 但不知為什麼 吸了之後就要跟他打 就是被他控制了 但是 形式究竟 因為我們最不理解的 就是他太抽象 所謂的警戒之地方 是很抽象 一直我們講的問題就是 其實你是什麼來的 吸了 爆了 未來的意志消失了 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 還有你吸了 你會做些什麼 其實你也是想 所以我不是第一個想的 想法就是 那個警戒之比方 對人 到底會造成什麼影響 你才會有 reaction 去對付這個東西 我們唯一知道的東西 就是死眼鏡佬說的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說一句話就是說 他可以利用他 谷到爆的情況之後 你當然是 成為一個極大的炸彈 將整個世界毀滅 這個叫做有個原因 但他又沒有說 如果他有這個危險性 的時候 每個二界市都要去 堆壞這隻警戒之比方 我理解 但他什麼都沒有說過 又好像沒有什麼 沒有害的 他又不是一個 有型的妖夢 他對世界沒有什麼影響 你不需要討伏他 嚴格來說 其實整件事 在有形態實體的時候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找一個100%殺死抽人的方法 那警戒之比方就會死 核彈可以嗎 不行 但是有一個很根本性的問題 就是 他講到既然警戒之比方 是一種根源性的東西 即是他是不生不滅的東西的話 即是virus 不是 他應該是一種 恢復力很強的東西 要這麼說 就算抽人死了 警戒之比方 都是不會死的 警戒之比方 他講到的根源 就是人類的負面狀態 你除了陷人類死了 警戒之比方才會死的 所以唯一的解決方法 就是死眼鏡頭的方法 毀滅了全世界 這樣就沒有警戒之比方 其實眼鏡頭的出法 怎樣是好的 他真是為了消滅警戒之比方而出現 所以這個人 你先不要理這個人 是令到全世界會毀滅 但是警戒之比方 警戒之比方一定會消失 因為沒有人類的負面狀態 全世界都死了 你的問題是消滅了人類之後 那你警戒之比方 會不會留在那裡 沒有那麼多 他沒有了一個補給鎖匙 當然眼鏡頭的目標 是要消滅全世界 而這件事顯生物就是 警戒之比方 是由人類的負面狀態 衍生出來 因為全人類死了 那就沒有負面狀態 沒有負面狀態 警戒之比方是不會存在 那如果這件事其實 阿全要做的方法 其實應該是用眼鏡頭的 不是的 我意思是你要殺全世界 才救到世界的時候 沒有意思的 阿全是錯 我告訴你 人類不是世界的傳播 我們是要拯救地球 不是要拯救人類 你神秘之事 多偉大 這件事是兩件事 一看兩面 人類不是世界的傳播 就是這樣說 他全的東西 殺不了警戒之比方 他只殺到這一隻 警戒之比方 甚麼叫這一隻 因為他只令到 在前復期的時候 殺了抽人裡面的 警戒之比方 那部分 之後如果以眼鏡頭的說法 應該每個幾百年 就是又出一隻 即是蝦雷水星 每幾百年打一次 所以不是說魔女之贏 所以可能是我的知贏 所以其實是說 簡單來說 你應該是 封印著抽人 或者甚麼 總之就是 因為很多時候 你這些是甚麼 你預期 你掌控不到 你不如找個 你掌控到的地方 你困住他 或者任何的東西 找些東西困住他 還有我覺得 正如剛才一開始說 那個協會的問題 就是剛才大家聽到我說的 那是戰旅神的羽毛之氣 羽毛之氣就是 又是類似的 又是有東西 吸了人類的負面情緒 但最後那件事的解決方法 就是甚麼 就被人封印了 但問題是 別人的另外一個故事 傳了一個比人類更高層次 一些神界的東西 但是 這裡你看到 他有明賴家 他有協會 但是 他沒有表現過 給你看 他們有甚麼能力去 上街的去處理到這件事 剛才我講的東西 是對的 好像不是警戒之比方弱化 好像是另一個現象弱化 潛伏奇弱化了 潛伏奇弱化了 潛伏奇 其實潛伏奇這個 term 我覺得是不好的 Latant Period 他應該譯作風平浪靜 是嗎 對 這個是小說的名字 我看都是風平浪靜 你喜歡說潛伏奇 不是潛伏奇 潛伏奇 潛伏奇很奇怪 知如此類 OK 當然打了一場很嚴 那一場我不管 總之最後 然後就像叮叮白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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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明白其實 打死妖怪和打死警戒之比方 然後就出現 最厲害就是 出現了一個 警戒之比方的 霸心的抽人 這個位置我又很不明白 然後我看到 我看到Hanassona 然後他就說你真的是我 如果是這樣的話 秋人應該可以用Hanassona 照這個警戒之比方出來 這樣會成為一代的妖夢 所以我看後面的幾集 是看得很辛苦的 他很多東西好像很抽象地說給你聽 但你不明白就是不明白的 而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如果那一下說 因為他沒有很明確說 究竟警戒之比方是消失了還是 跟秋人融合成為一體 沒有的 應該沒有 不是啊 是秋人又變回警戒之比方 如果這件事 如果是這樣的話 真的跟阿全說一句 你搞笑嗎 是啊 我那時候有一個感覺就是 蛤 你又變回警戒之比方 那還要做什麼 為什麼 然後 最終這件事的結果就是 未來消失了 很沒有價值地消失了 對 因為阿全的老殘 不知道什麼的計劃 好像很有計劃 其實沒有什麼計劃 你說說前面 跟他插了一把劍 跟他的血液融合 總之因為這件事 最後就是 唯一的就是 未來犧牲了自己 他算死了什麼 他後來不是出來 最後就是 想什麼再說 想什麼再說 最後就是犧牲了 真的不要提 這個一幕 不過繼續 犧牲了自己 令到警戒之比方 重新 融入到秋人那裡 而整件事 就這樣解決了 其實解決了什麼 都回到原本 還要死了 就是我呢 如果以結果來看 我只會看到 這件事沒有變得 因為秋人那裡有警戒之比方 而 未來死了 未來死了 沒有價值 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死了 我可能 秋人那裡變了警戒之比方 那件事 是有點封印的情況 諸如此類 不過第二期說 所以 所以他姐姐才再吵 很懷疑 搞了他白頭髮 原來沒用 出人命 他發覺 殺了人 很內疚 還沒有失敗 那他是不是成為了 第二個未來 不是 他是走了老 被阿大普當家 他是知道 他知道 出事了 殺了人 不是 跟未來之前 他來這個陣之前 殺了阿維一樣 未來那種不同 未來那個 殺了阿維 他是確實殺了一隻妖魔 沒有 但是 現在這件事 他殺不到一隻妖魔之緣 不是 哪有殺到妖魔 那個 那個 之後 再來這個陣 沒有殺過 他唯一的結果 就是殺了阿維 那隻妖魔沒有死 但是 這件事 這裏是兩件事 這裏是兩件事 而最終就是 未來之後內疚 他被人困住 其實他是被掩夢善事會 監控著 他姐姐就是不想成為第二個未來 不是說 喂我懶得 我懶得 簡單一句 他招軍體也相同 不是 我突然明白現在全都要走了 還有 說一說 他那個 藤真那條線 好像沒有再說下去 然後他就在車上說 五對一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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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死了 明賴家在家 阿瑩 拼死了 拼死了嗎 拼死了 有廣告那裏 那裏有拼死了嗎 不知道 我拼死了 總之被人拼了 那裏沒有講到 總之這件事件 是 是以沒有解決的方式 而死了人 的形勢 去完成了 對 然後最後一幕就打你面了 他又出來了 最後一幕就突然被迫出來 他真的 他的生命力比小強強強 不是 我不知道那一幕為甚麼 我也不知道 那一幕是否多拍了分幾粒 那一幕是沒有的 是不是被人加上去 那一刻是想問 我那時候以為自己看錯東西 那一刻幾乎是 其實是否他分了一部分 比未來 比未來都變成不死身呢 我不知道 總之那一幕完全破壞了 那一幕是有一點的感動 就是這樣說 一套劇情的不合理也好 我記得一套拼鱿白蘭 都叫做又好看 都好看 都好 死了都不死了 明明我應該套走他 沒有意義 但也有一點點感動 好吧 我給你個了 我都很得要求 你連最後我緊如的感動 都要拿走 為甚麼要這樣對我 或是這樣說 為甚麼你蟑螂這樣都不死 死人的頸女 都聽起來 不需要這樣看 眼鏡才有本體 其實抽人已經受了這個心理的傷傷 其實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反應 Another故事 那麼邪惡 我們覺得他存在他就存在 這個其實是因為他受了 你看到他最後那一節 他用了兩分鐘的時間描寫 抽人的心理現在的創傷 這個人其實應該是不平衡的 是不是人類保元計劃的 所以這個肯定是一個 我覺得這個出來的話 其實他只不過分分鐘 其實他可能還有一個畫面 就是抽人仲藝躺在床裏面 這個只不過是發夢 不要啊 天啊 人空都可以了 我寧願是這樣 其實今季兔兔都可以用這個設定 我兔兔都很難 這是禁斷之夢結局 因為是傳說中的 全部都是禁斷之夢結局 就是這樣 我寧願是 下個星期我會用科學的角度去解釋 這個Copeleon 我寧願是幻象 如果你不是幻象 或者是那一幕可以好一點 只是說出一出來 原來是抽人的幻象 那給他出一出來就算了 或者你出一出來 你說完 他殺了 當然是散了 我也覺得都可以解釋 OK啊 如果你出一出來就大不了眼鏡 對 即是你說不肯定 可能他也不肯定 回去做新吧 對 即是真定假完之後 完 open end 就算了 你不要這樣 所以整件事裏面 故事裏面解決了的唯一就是 未來 解決了一個叫做虛夢之王 虛夢之王 虛夢之王的事情 第二件事就是解決了 鷹對未來的怨恨之外 其實這件事是沒有解決過的 有 明賴家的當家媛的人 這個解決了 這個就是蟑草 這個解決了人 真是蟑草 只是叫切枝 不是蟑草 其實還有一件事 其實上華華未來的能力 不是用血的 其實他用這個能力來講 他一直用血的話 其實他的體力應該是不可以 讓他做持久戰 但你看他最後的戰打多久 我覺得是不合理的 其實我覺得是不合理的 有愛的力量 你不可以用科學的角度去想 我一直看得很奇怪 你用血的能力 但他的體力 哇 跳了幾層樓高 你最後的戰 其實沒有所謂 那個已經是概念 其實整個事情是沒有發生過的 只不過是幻影 抽人想出來的 都說什麼 其實根本上那個故事就是 當未來一刀拆了到 抽人 其實那個故事 我覺得應該是要這樣的 抽人就已經 躺在醫院做植物人 是的 然後他就在想 而阿全的計劃就是 他是要殺 他說我保證他生 保證他真的可以走 你作為一個植物人 躺在那裡的話 那是最安全的 而且躺在那裡沒有什麼 做事的時候 就很自然會天馬行空 想一些事情出來 就是顯示後面的劇情 他就是為了什麼 就是 等抽人和未來 就是把他們兩個 擺在一起 就是混 用他們兩個 合作 用他們兩個人的生命代價 就困住 永久性地困住了這個 警戒之秘科 其實OK的 我覺得這樣悲劇好看一點 不是開玩笑 算一公升之下 對這裡是一公升之下 認真悲劇好看一點 你這樣 你這樣我拜一點 我想說夜人姐 那一幕呢 為什麼我說愛的力量呢 因為你不記得那一幕 他看到很多什麼 他之前殺過的人的幻影 抽人害死那些人 但你也不像是吃鮮豆 但你倆是手插手 手插著緊扣 然後閉眼 再放一個閃光 那些人就沒有了 還不是愛的力量呢 好像是拋花球 對 好啦 那些能力也是很奇怪 所以這套 其實我覺得現在一些 驚蛇 所謂他現在他 叫做什麼 他二人創作 那批 不能去嘗試 我覺得日常會最好看 其實我覺得日常會最好看 其實我覺得日常會最好看 一點都不好看 這樣說而已 老實講 我覺得Fee 我突然這樣看 Fee其實是一套傑作 喂 你的水準會不會越過越低 Fee是一套傑作 不要這樣 你對動畫有些要求 你對驚蛇有些要求 你對驚蛇有些要求 你扮完之後很敢倒街 不應該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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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其實是 要換編劇 拜託 不要找花田十輝 其實是不是編劇 其實是不是編劇問題 我覺得花田十輝 他做普通校園那些 其實是OK的 他做什麼都死的 我覺得 他做那些劇情番 基本上一定死的 OK的 他做劇情和戰鬥番 憑這套來說 我覺得一定不行 約了 其實是 就是叫做驚蛇 完全是不擅長做所謂 有所謂設定向的 因為這套內 我還有說 妖夢士的能力 其實他都是講得很少 他唯一有講過的一件事是 就是 阿哥 阿哥 因為他有妖夢士的能力 而代價就是他怕冷 他怕冷 他經常戴冷 然後 明賴家是什麼 還有坐在明賴家的隔膜裡面 那個死老爺 也不知道是什麼 也不知道要吃飯的 這傢伙也不知道 什麼來不知道 明賴家是什麼來不知道 然後 這個 所謂的助奏之血的事情 其實都沒有講得很清楚 他很多事情都沒有講 其實 所有所謂的很厲害的妖夢 其實有些背景也沒有講 然後 最後有什麼叫妖夢士協會 又不講 然後 他媽媽是什麼來 其實我都不知道什麼 他媽媽都不講 都不講 都不講 所以這些其實我覺得 現在有個動畫 有個問題 就是 當那些小說未出完 即是未完整完成 的時候 他就急著出動畫 我覺得很多事情 他可能小說未交代的時候 他就強行做些事情出來 對 其實他這些動畫的問題 並不是做 其實他太多事情 太理所當然 他覺得你病 是 這個才是 其實這個是 今季和上季 其實我覺得最明顯是這件事 其實你真是當我看開的 其實你真是 他要你老內保元 老實說 不是有這麼多年的動畫經驗 老實說 我真是處理不了你們 我想說其實這個小說 原不原不是重點 因為他這一堆是之前 經過到自己 招無劇本之後 自己出小說的東西 其實他等於想找劇本 他拿那些小說 他出了之後 他又有所人氣 自己找那些小說 他始終 他始終好像 我記得這套東西 都是未完的 他又不知道 他不知道 會不會是作者本身 自己有擺一些腹筆 但是他又未寫到 但是 剛巧又要想出動畫 因為忠義病又好 忠義病又好 這一套其實也有很多原創 老實說 忠義病那種不同 忠義病那種不同 忠義病那種校園劇 沒有說定 其實那種原創 那種原創 反而你可以 天馬人空 忠義病 其實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應該這麼說的 夜人姐說的東西 其實 你應該這麼說 若然 好像現在 我假設 他會編排 他是有異軌的 那你就順著故事 都要說太多事情 就是做這件事 你已經足夠去做這件事 如果好像剛才 但擺到現在就不是 擺到現在就不是 擺到所說的 我可能 只是做一季 其實有機會 好像 當忠義病那樣改 或者可能 你當今季蒼藍那樣改 我改到總之就是 某些 當然改得漂亮 但是 你最起碼就是 好老實說 我這套收得 已經收到 老實說 一套收得 已經可能要收到 你現在做一套成本這麼貴 你還夠敢說 期待 在未知的情況下 期待我們覺得這套動畫可以 但我真的好老實覺得 他自己有沒有 苦心自問做過QC 看過這套東西 可以不可以 還有我贊同一樣 就是 京都一早設定的東西 爆死 我沒得想一下 現在京都幾乎是 可以拍得好的 日常向的東西 冰果都是日常向的 冰果是日常推理的 喜歡病人家 總之沒有設定 全部東西都是 小世界大故事就適合他 不要弄個大世界小故事出來 他真的輕易 他當年那套爆死的原創 就是死設定 今年也是死設定 人類是會犯重複的錯誤的 是沒有什麼學習到的 人類是沒有學習能力的 他的學習能力是在於 他這次找了一個人 幫他寫小說 但他的處理都很差 我覺得 戰鬥很有趣 以京都來說 算了 京都一向都不擅長戰鬥 他短短的戰鬥好些 但一到大那些 就發現他沒什麼創意 不夠經驗 畫太少了 戰鬥的東西真是很難的 對 只有作畫漂亮 但是打下去是沒有動感的 前幾集我們討論過 前幾集有些戰鬥是OK的 但去到後面就真的 去到後面用血那個位置 其實你已經看到他用很好的氣 不是用血很 血是一種有限的資源 他隨便用 所以都 你還要是血超過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會產生其他的 效果 其實道理上 你一個人的 Circulation 應該大概要5L多 你有6L多 剩下的那些就存住了 所以你倒出來的那些 應該有1L 你就當之1.25L汽水 不需要理會 這個 已經說明了 波蘭知識多了 設定的東西 他就沒有了 他的經驗也不擅長 我覺得 我覺得 甚至 我抽到一句水 先行不行 總之我很肯定 他打完之後 肯定打不到 講完 OK 所以 我深信 未來這一年 即使我會驚蛇出一些 所謂設定向 設定 設定很厲害的作品 我肯定有個 negative的 先入為主的觀念 因為我覺得 短期內 不會解決到這個問題 直觀看 我想說 我可以很肯定 一定會議期 為甚麼 因為他現在不停 推自己的原創作品 例如 你看到 中二病今季有議期 肉質市場也有電影版 我肯定一定會有議期 不是吧 肉質市場也有電影版 我覺得是OK的 未去到很好的 但OK 但問題上 他的銷量不太OK 但他都肯定做電影版 那他還不推他做第二期 他後期都敷了 腹筆了 又要說到他媽媽好像有些東西 可能明奶家和協會有些東西 他媽媽出來見莫打 可能純粹出來賣物 你想賣好幾個 可能要 所以我覺得 絕對會有議期 大家可以放心 對 放心 可以放心 我覺得澳美樹齡 頂多 你為甚麼又不看片 看不下 我這些專業的 我有正面的態度看 我們這集就到這裏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